香港影后刘嘉玲凭新片过界 入围本年度甘纳电影节 一种关注单元的影后接触 新片供应后刘嘉玲演技获一支好评 更被指有机会封后 但她没等结果公布 已率先回到香港出席公开活动 被问到为什么不等结果 刘嘉玲说因为香港早就有工作安排 而且导演和监制等剧组人员还在甘纳 得到大家的认同 自己已经觉得非常满足 被问到如果真的拿到影后 自己却不在现场会否觉得很遗憾 刘嘉玲表示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我觉得今天我到这个地步 这个成绩 我对我的工作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 我已经超额完成了 那接下来不是我控制的 我觉得我也别想那么多 因为有现在这样的成绩 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跟认同 我已经非常非常的快乐了 很满足了 世界传媒大亨 莫多克的华裔太太邓文迪也有出席活动 早前刘嘉玲在纽约出席活动 就跟张子怡到邓文迪家里 做客一起吃牛肉面 由侄子怡同邓文迪一面闽恩仇 刘嘉玲表示没有听说过他们不和 还表示邓文迪也是张子怡介绍给自己认识 而有关好友赵薇 跟自己的新片的搭档陈坤传不和 刘嘉玲表示不想去相信 不过事实摆在眼前 刘嘉玲不想接受也没有办法 不会吧 我不相信这样的传闻 我真的不相信这样的传闻 我也不想去相信这样的传闻 最后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